健康的三大根本要素 萨古鲁说 为了创造健康 你需要照顾三个基本方面 食物 活动 休息 正确的吃 关于食物 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是你必须关注 每个食物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消化 成为你的一部分 如果你吃的东西 没有在三小时内消化 那说明 你应该避免吃这种食物 或者减少食物量 如果食物在三小时内 移出了你的胃部 这意味着 就算它不是最好的食物 它依然是你的系统 能够长寿的 如果你胃部满满 就去睡觉了 它会带给腹部 其他器官很多压力 这也会导致 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如果你保持在两餐之间 间隔五六个小时 中间不吃任何东西 清理就会在细胞层面发生 这种细胞层面的清理 对于健康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超过三十岁了 一天两顿就足够了 早上一顿和晚上一顿 从你吃完晚餐到你入睡 必须间隔三个小时 如果锻炼二十到三十分钟 比如简单的散步 你的系统会更加健康 如果你睡觉的时候 胃部依然有食物 它会在系统里形成某种惰性 从身体角度说 这种惰性就像是加速走向死亡 死亡就是最终极的惰性 另一方面是 当你胃部满满就去睡觉时 它会挤压到腹部其他的器官 这同样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 在你睡觉之前 你所吃的东西最好都移出胃部 当你以不同的姿势睡觉时 你的胃部任何时刻 都不该挤压到别的器官 使用你的身体 说到身体活动 要考虑的一件简单的事 是我们的身体能否向前弯 向后弯 向两侧旋转 这些基本的活动必须发生 古典哈塔瑜伽是最好的 也是一种科学的方式 如果古典哈塔瑜伽 还不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你必须确保每一天 你都向前向后弯 向两侧扭动 下蹲拉伸你的脊椎 如果你想要保持 你的整个身体系统健康 尤其是神经系统 随着年龄增长 容易会变成问题 那就必须每天保持 那样的锻炼 充分的休息 不要过多 一个人需要休息多久 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你吃的食物种类和数量 你必须尝试吃不同种类的食物 去感受哪一种让你感觉沉重 哪一种让你觉得轻盈和敏捷 如果你确保你饮食的至少40% 是新鲜蔬菜和水果 你的身体将会变得轻盈 身体需要的是休息 不一定是睡眠 有一种误解是认为 睡觉是唯一的一种休息方式 甚至你坐着或者站立 你也可以处在一种休息中 或一种烦乱中 或一种惰性中 如果在你生活的每一刻 你都处于一种活跃的宁静中 那么你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会减少 身体的五个层次 在瑜伽中 人体系统分为五个窍或者层次 人体系统的每一个方面 包括思想都被视为一种身体 而瑜伽是一门转化它的技术 身体的五个层被称为 食物体 心智体 能量体 以太体 和喜乐体 Anna 意味着食物 你的肉身或食物体 就是你所吃食物的累积 或大或小 这是你的选择 但这仅仅只是一堆食物 正如你的肉身 是从外部积累而来 你的精神身 亦是如此 头脑不是身体某一个特定的部分 身体里的每个细胞 都有它的记忆和智慧 这个精神身叫做心智体 肉身是硬件 精神身是软件 硬件和软件 只有被充了电才能使用 身体的第三层 身体的第三层叫能量身 肉身 精神身 能量身 都是属于物质层面的范畴 但是 精微层次不同 打个比方 一颗灯泡 很显然是物质层面的 但是光 也是物质的 其背后的电 也是物质的 灯泡 光 电 都是物质层面的 但精微层次不同 同样 肉身 精神身 能量身 都是物质的 但属于不同的精微层面 下一层的身体 是过渡状态 被称为以太体 它是物质 和非物质之间的连接 它既不具有物质层的特质 同时也不完全是超物质的 身体的第五层 被称为喜乐体 这不是说 你的内在有幸福的泡沫 我们称它为喜乐体 是因为 在我们的体验中 不论何时我们触及它 我们都会变得喜悦 喜悦不是其本质 而是它给我们带来的 喜乐体属于超越物质层面的维度 是一切物质的源头 如果你的肉身 精神身 能量身 得到校准和平衡 你将不会有任何身体 和心理上的问题 我可以向你展示 成千上万的人从疾病中 尤其是慢性疾病 和心理问题走出来 仅仅只是因为 内在得到了必要的校准 身体的问题 都是源于校准的缺失 当身体自在了 就没有疾病了 只有当你校准好 肉身 精神身 和能量身 才有通道和可能 去触及喜乐体 这时 喜悦将成为一种 自然的存在状态 不是因一件特定的事 而喜悦 而是能够单纯地喜悦着 因为那是生活的本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